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罗欧报告 我是张银 本期我们来试驾坦克330 也就是搭载了一台3.0T V6发动机的坦克300 那么作为之前的老车主 我觉得我这期视频应该是能够解答 所有这台车它的一些亮点 包括大家可能关注的点 我是有这个自信的 首先来说一下这台车 除了3.0T V6之外 它外观上的改进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车的实际尺寸 也是一个两寸升高的级别 这个级别算是一个轻度的改装 跟我的那台坦克300 改装之后它的高度 包括轮胎的规格 都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我也认为这种改装 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 那么在这些车身的改装上都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轮胎 从原车的265 65时期 换成了265 70时期 大概轮胎的直径会增加3厘米左右 而悬挂也进行离地的升高 最终的结果就是 它的车的高度是高了大约6厘米 因为离地间隙 其实有的时候你光把悬架给升高了 但是受限于它的一些 包括后桥的牙包的位置 那些变化幅度不会特别大 实际上它升高的两公分一半多 都是这个轮胎的功劳 这个高度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在绝大多数 不是立体车户这样的情景的话 它的高度都是下得去的 全北京啊 我遇到过我的坦克300 改装以后也是1.96 1.97的高度啊 唯一一个下不去的 就是首钢篮球馆 西边有一个商城 它们是直接在门口 有一个1.87 1.9左右的一个限高杆 所以在日常使用的便利性上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这样的一个升高的幅度呢 相对来说 对于它的车辆的一些操控性啊 包括一些油耗啊 影响都不会特别大 这样的升高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最典型的工况就是 互人达克有很多沙地里的路嘛 它就是中边的土笼子很高 两边的车着印比较的深 那么你有一个250毫米左右的空白 最小的离地间隙的话 基本就不太容易担心会拖到底了 刚刚好比一般的越野车 220 230这样的一个离地间隙 刚刚好高了两三公分 到了240 250这样一个水平 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 适合日常穿越啊 包括中路一些的这种越野 都是足够胜任 而且这个改装是绝对有意义的 至于底盘呢 与普通版不同 它用的也是科曼的一个八段的双向可调 这个是一些底盘上的变化 很细节的 其实包括一些护板的强化啊 这些啊也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 外观上最重要的改变 还是这个杠 现在是铸铁的金属杠 而且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牛栏杠 在我们之前普通的300上 也是可以加装的 当时这里面 这条壳挖掉之后 是前面大梁 大梁上有几个螺栓孔 你可以打进去 但是那个的强度 其实是没有办法和这种 直接焊上一体式的金属杠去比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坦克330是众筹了一年多 然后限量1000台嘛 这1000台卖完之后 也许下一批 这个铸铁的杠 随着一些法规的严苛 可能就保不住了 也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塑料杠啊 这个是要注意的一点 然后还要看这里 脚盘也变了 脚盘是坦克700的同款 12500磅的一个脚盘 这个也算是一个升级 而且也原厂就带了 无线遥控的功能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个发动机盖打开 它的发动机舱里啊 这回就有点满满当当的意思了 3.0T V6的发动机 动制的摆在这里 然后另外能看到 它的这个蓄电瓶 这个蓄电瓶的容量 我目测也明显比我的300 这个330是要大一些的 可能它是需要去搭载 这个更高磅数的脚盘啊 包括一些更严苛的一些工况 它需要更大的蓄电量 从这方面角度考虑去做的 然后来到这边呢 就是这里的空间 明显是因为这个3.0T的体积 会稍微显得紧了一些 因为原来300 其实在这里会有一些空间 感觉还可以装一个ARB的气泵啊 什么的 能够塞得下 但是现在看来 感觉就已经塞不太下去了 有可能这个涉水猴的改装 它的一个进气道 跟以前也不会一样 其实这台车你能够看到啊 他们给到的这些 整个外形上的改进 也没有车顶的行李架呀 也没有官方的设备猴啊 其实还是比较克制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走啊 先说一下轮胎 那么以前呢 坦克300 你去选装AT胎的话 它给你的是库博的ATT 那个轮胎 它的性能其实更均衡一些 像现在这样 库博的AT3啊 或者是百路十的KO2啊 这样的轮胎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330直接选用的是 AT3这样的轮胎啊 而且这个轮胎还很有意思啊 你看一下 它这个轮圈好像有点像是这种防托圈 不过你厂商说了 其实只是装饰 并没有真正的防托的功能啊 有些东西并不是厂商不想给 而是过不了法规 好像是国家有这么一个法规 就是说如果你装这种防托圈 在高速上会增加它爆胎划伤的风险 所以主机厂是不能去装的 那么选用了这样的轮胎以后 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重量是要比普通的AT3 是要更重的 这种背挂式备胎 对尾门强度的要求就变得更高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它有一个官方原厂提供的 一体式的一个顶胎器 关于顶胎器 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个争议 就是顶胎器到底能不能保护车门 有一种说法是虽然你在这里把它顶起来了 但是在越野工况颠簸的时候 实际上车门还是要受力的 而且要往上去顶 还是会造成变形的 一般来说我们的观念里就是解决的方案 都是从这里八个孔 从这个重量上引出来一个单独的备胎架 因为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了这根梁上 那你就不用担心尾门的变形了 但这一点上问了一下厂商 他们其实做了对比数据实验 最初结论是这东西确实是有用的 这个是很难得的 因为没有厂商或者有大量的数据 你是没有办法去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 大家都是只能靠猜 那么至少现在长城官方算是给出了一个答案 那么说完了这个顶胎器之后 我们再往后桥这个牙包里看 这个整体桥的牙包 这个牙包也是330改进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现在的中传比是用了4.55 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持比了 而原厂的坦克300的话是3.9 3.9现在有一些改装的会改4.1 这是拐285轮胎的 因为2.0T带285轮胎会有一些低扭 感觉偏弱了一些 它就需要把尾牙改得更大一些 可是你要从3.9改到4.5 很多配套东西都在改 就是很多牵一发而定全身的 至少像我这样的就有点不太敢改 但是现在原厂就给到你一个4.55的 这样的一个重传比 还是省了不少事的 为什么不上更大的持比 其实对于这个3.0T的动力来说 4.55这个持比就已经很大了 没有太大必要去追求更大的持比了 更大的持比 它虽然在低转速 起步 这些扭矩输出会放得更大 但是相应的它的急速 它的油耗 NH也都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不是做的越大就越好 这个是一定的 至于别的方面 这个尾门依然不是电锡的 就是之前400 500上那些电锡功能 还是没有给到 不过现在好多300车主都自己去加装了 好 来到车内能看到座椅 是这种紫红色的一个皮质 这个是明显跟很多坦克300不一样的地方 在车机系统方面 真的是比我们第一批的那些老车主 老的坦克300要强不少 像现在CarPlay功能 老的坦克300一开始通过刷程序 也可以刷出来 但是刷程序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调这些空调什么的 每次从CarPlay的这个界面 如果要切换回车机的界面 它都会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卡顿 而现在如果要调温度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你看很流畅的动画 就是能够切换过来了 就没有这种卡顿感了 而且来的路上也稍微试了一下 它就是这种旋航功能 反应速度 有车并进来的时候 它的一个减速的动作都要好了很多 然后你现在也有前向的防碰撞的预警 和主动的制动功能了 虽然这个可能是这两年 新的EP的坦克300逐渐都开始有的功能 但是老车主第一次体验到 还是感觉有一点羡慕的 接下来再聊一聊 刚才一路上开过来 它的一些驾驶感受 那么首先就是要看 它3.0T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匹配 到底怎么样 因为当年在测500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它的3.0T和自研的一个9AT 其实它的匹配是明显 没有2.0T 8AT彩服之前 匹配的那么好的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到了现在坦克330上 那么这套动机总程匹配 我觉得已经做到接近 之前20T 8AT的一个非常优秀的 匹配水平了 动力的跟脚程度 响应程度 除了偶尔 有些上坡的时候 会有那么一下闯动 但是这个频次 比起以前我们坦克500 遇到的那种频次 其实是要低得多的 我也实测了一下 坦克330 在乘坐两个人的情况下 6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成立 刚好是4秒整 而同类型改装 换KO2轮胎的 我那台坦克300 则是需要6.2秒 所以我最看重的中段加速 提升是相当明显的 而且这个3.0T发动机 更惊喜的是 它的声浪 是能听得到的 还是比较好听的 现在我在测700的时候就说 700的隔音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有电机的辅助 除非你是全油门 能听到一点之外 你一般的正常油门超车 正常的开 它都是听不到这个声浪的 所以让这个3.0T的存在意义 变得弱了一些 这台车是真正症状 能让你享受到这种真正的声浪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还有点声 除此之外 也去在山路上稍微的 包括在高速上稍微的试了一下 并线的一些悬架的反应 包括山路的一些方向盘的指向 其实也还都可以 比起普通版 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普通版的坦克300 当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还是不那么像 大梁车非常非常笨重的 那个驾驶感受 大家要知道 你要去越野穿越 其实90%以上 你还是开在高速公路 包括一些盘山路 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开的是一辆很笨的 尺寸非常大的越野车 其实你开快的是很不舒服的 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现在3.0 维持的还可以的地方 说完了公路驾驶感受 接下来说一下 它在一些越野路段 刚才我们先体验下来的环节 首先是这个场地里 有一个40度的坡 它可以很轻松的坡起 说明整个车的重心分布 轮胎的抓地都没有问题 而且我是停在坡度最高的位置 这个难度其实是挺高的 能够做到完全不打滑 而且让你非常有信心 是很难得的 其次就是我在上坡之前 也特意试了这个3.0T的发动机 在低扭挂着低速系区的时候 它在这种工况下 一个如行 我用油门去控制它的时速 精准地控制动力输出的能力 明显比20.0T强了不少 我的坦克300 2.0T在这方面就差一些 你看我想控制速度下停 慢慢走一公里 两公里下来 慢慢走两公里一公里 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大排量的发动机 优势比2.0T还是来的要精准的多 那么场地的降幕测试完之后 我们还到后面有一些小的穿越 去试了一试 我主要感受了一下 它的这套四驱系统 因为我的坦克300是非时四驱 那么现在的这套带有制时模式下 它能一直保持4A自动 去切换四驱两驱的模式 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尤其是你走一段土路 一段柏油 需要不断地开关 那么这一套系统 基本上挂在4A 不是特别难的地方 就都不用管了 而且就算是有一个坡道上 有比较大的交叉轴 然后附着力也不太好的时候 4A加一个后锁 那么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 也能让它很轻松地爬上去 所以在便利性上 比起分时四驱的版本 确实提升了不少 那么它搭载的一套分动箱 M-LOK 它的原理实际上就是一套TOD 靠多片离合去锁纸 来分配前后桥的动力之外 它又并联了一套 被称作ESOP的分时四驱的结构 所以它其实是又有分时又有试时 也就真正有了机械结构上的 前后桥锁纸的一个功能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它的占地面积 桶桃系统坐在一块 它的集成度肯定坐不到那么小 这个是相应的一个缺点 但是在坦克330 相对来说尺寸不大的车上 它也搁下了 那么说明这个布局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的越野车也是越做越大 动不动都4米9 奔着5米去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一些 尤其是狭窄的山路 Z字形的坡道上 它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坦克300 相对来说 它的尺寸是比较均衡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结尾的时候 坦克330 33万的价格 说实话并不低 尤其是新能源的越野车 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相比之下一年前 我记得当时众筹的时候 甚至传出来说35万 依然很多人会去选择购买 这么一个3.0T V6的 但是一年以后的今天 放到现在来看 似乎这个市场环境 产生了非常非常剧烈的变化 其实我也认为 对于绝大多数一般的消费者来说 坦克400的HIFO-T 或者未来坦克300的HIFO-T 车价比它低 动力其实比它表现还要好 然后也更省油 甚至在城里纯电通勤 一车能当两车用 这些优势都是坦克330 根本就比不了的 但是坦克330 它的卖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 简单纯粹的V6大排量 要知道现在V6 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稀有的东西 不管是福特的列马 不管是丰田的LC250普拉多 国产化以后 只有四缸的版本了 所以这个六缸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稀缺 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 不带电池 不带电机 简简单单的就这么一台车 其实我也非常理解 这类朋友的需求 像我的坦克300 因为北京的指标规则 是不能再过户 或者是卖车了 所以我要一直留着 它一直开 如果真的是这么一台 我很可能要用10年15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车型来说 我觉得也是 上一个简简单单的 汽油越野车来说 它未来不用去考虑 电池的问题 其实依靠正常的插混越野车 三五年甚至七年左右 一个换车的节奏 当然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像一些越野的老玩家 或者是我这种情况 这个车可能要伴随你很久很久 那么这种3.0T V6 就还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的 这种情况下 说实话 我也觉得挺羡慕的 3.0T V6 虽然油耗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它这种开起来的感觉 确实是不一样的 一是有声浪 二是这个动力响应 它是跟档位相关 它是相对来说 不像插混或者电驱 就是那么直来直去 就是永远极度线性 其实人就是这么挑剔 有时候过于线性的时候 你会反而去怀念 稍微有一些动力衔接的变化 有一些节奏感 会怀念这样的动力总成的 另外我也询问了厂商 为什么这台车 还是基于一个两寸身高 不是非常夸张的改装的模式 来匹配它的3.0T的版本 是不是在现在 显得有些用力不够猛了 因为也有一些竞争者 他天生就自带这种315的大胎 这种大脚包 看上去会更加的凶悍一些 其实长城在这方面 作为主机厂 最好别把所有钱都赚了 你再留给这些改装空间 才能把生态圈建设的比较好 不说别的 就给我去改300的这些 改装链老板 自己买个糖300 组这种车队 带着一块出去玩 让这些玩家们 都在他那里改车修车维护 其实它是这么一种 比较良性的循环 这种思路也没错 但是我觉得从消费者 或者说是从长城品牌 价值的一个角度讲 难得有一个3.0T的发动机 有一个不错的底子 如果能做出来一个 性能极致一些 悬挂形成 尺寸 如果都能做到比较极致的话 那么对于品牌的形象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发生的 这个也是他们去 应该好好考虑考虑的 好了 那么本期的罗报告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节目再会